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我们这里又开始下大雨了 趁这个时间我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看到这边 虽然这几天一直下雨 可是我们家种的这些红宝石龙眼 它也正在结果了 我们看这边 开始结了很多小果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不是这个红宝石龙眼了 就是一些黄金的高压的状况 大概前一个礼拜 我已经做了一个黄金的高压 我看这边我们家两年的两年种植的这颗黄金 我已经把这个枝条全部进行高压序 然后这边我看 这个做高压之前呢 我们的这颗黄金 它的叶子已经被阳光了 已经塞干很多都已经护干成这样子 旁边还有这个山参也是一样 我已经弄了高压了 我已经弄了高压了 这几天一直下雨 很利于我的这次高压 它是这颗黄金刮了很多花 然后后来要全部掉 要落掉 然后剩下这个 这个 有个 能结起来而已 好 我们还记得哈 就是 大概一年前 我已经做了一些黄金高压成功 然后终止呢 好 今天我们再去看一下那几颗高压的黄金 会什么样子呢 我们去外面的果园了 这边是里面 里面很多不同的 咬出葡萄 现在我们就要去外面 今天要下雨 好 这边哈 其实这场下雨的就是挺及时的 因为我们的这些果树已经饥渴了一段时间 甚至把我种植的一些榴莲都已经弄坏掉 像我们看到好好的榴莲 又已经弄坏掉了 我不想底下的这个部分能不能活下来的 目前上面的都已经坏掉了 哇 这颗也是一样 好 算了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的黄金而已 好不容易 好看 这边像是 种子鱼苗的时候 然后 已经有一个已经被坏掉 被阳光晒坏掉 就这一棵了 底下当然是还有一点新鲜 可是我们如果连续下雨的话 可能它会重新萌芽 如果没有连续下雨 或者继续 可以往后的日子 如果一直是干旱呢 可能会把它弄坏掉 生下来的就是看到这个 都已经 椰子都差不多 塞干了 这棵也是种子鱼苗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吗 这个的哈 就是高压的黄金 啊我们还记得大概一年前的 就是一年前高压的 新好了现在 啊 看起来还还是蛮不错 哦虽然椰子也是弄得乱七八糟的哈 这是第一颗的 这边是种子鱼苗 然后第二颗高压的就是这颗 哦我们看看底下的部分 我连 啊那个椰草 也懒得去 处理的哈 因为 让那些椰草 也缠 缠住那个底部 让它成为一个保护绳 保持这个湿度 这样才希望能把 这个黄金 养活到底 这是第二颗的高压 这是一年前 中植的哈 然后这边是第三颗的 高压 啊 啊现在啊 上次我中植大概 五个枝条 可能有两个已经死掉 要生下 啊这三个而已 第一个 虽然这个黄金完全都可以高压了 第二颗这边 然后第三颗就 后面那个地方了 旁边这里我也种了 几个山参 旁边的这个花 已经死掉 啊这个山参 五花果的 到现在 还能撑得住 可是哈 它的椰子几乎已经雕光了 已经雕光了 好今天呢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哈 上次进行种植的 一些哈 黄金的高压枝条而已哦 谢谢哦